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册 国际贸易 主讲人 南港高中 李东梅老师 本片的学习目标有 第一个 我们可以了解国际贸易的意义 第二个 了解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第三个 了解台湾的国际贸易的状况 首先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到国外旅游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看到台湾生产的东西呢 还有为什么在台湾也可以使用到别国所生产的产品呢 我想答案非常简单 那就是因为有国际贸易 再讲到国际贸易 我们就必须要先讲国际分工 什么是国际分工呢 世界上的国家所拥有的资源都不太一样 其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也都不一样 各国依照比较利益的法则进行产业分工 这就是国际分工 我们来看一下这架飞机 这架飞机虽然最后会由某一个国家所生产 但是它里面的零件 其实是由各国所生产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专业化分工之下 参与的国家越多 分工就会越细 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分工 而各国根据比较利益来分工之后 进行专业化的生产 然后再透过市场进行产品的交易 这就是国际贸易 所以我们在台湾 可以吃到美国所生产的苹果 也能驾驶日本所生产的汽车 也能用到纽西兰所生产的绵羊油 都是因为国际贸易 那国际贸易要用什么来交易呢 这时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什么是外汇 各国为了和他国进行交易 会以国际间普遍接受的外国货币 作为支付的工具 这就是外汇 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美元 日币和欧元等等 而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 货币兑换的比率 我们就称为汇率 例如说各位同学如果要到美国去玩 我们就必须拿新台币去兑换美元 如果美元与新台币的汇率是1比30 就表示说我们要用30元的新台币 才能兑换1美元 这个就是汇率 那汇率会不会有所变动呢 当然会咯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新台币升值 假设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是1比30 原本1美元可以换到30元的新台币 但是如果今天新台币升值1美元 就可能只有换到28元新台币 因此汇率就会变成1比28 这就是新台币升值 第二种新台币贬值 假设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是1比30 原本1美元可换30元新台币 那如果今天新台币贬值 1美元可能就可以换到32元的新台币 因此汇率就会变成1比32 这个是新台币贬值 那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如果是新台币升值 新台币升值的时候 外国商品对国人而言相对会变得比较便宜 因此有利于我国从他国进口商品 举例来说 我国从美国进口1公顿1万美元的樱桃 在新台币升值之前 汇率是1比33 此时我国贸易商要付33万元新台币 那新台币升值之后 从1比33变成1比30 此时我国贸易商只要付30万元的新台币 因此新台币升值有利于我国进口 此时进口商品会变便宜 国内的消费者就会多买进口商品 或者出国去玩 再来我们看新台币贬值 新台币贬值的时候 国内商品对外国人相对便宜 有利于我国商品出口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我国出口1公顿30万元新台币的励支到美国 在新台币贬值前 汇率是1比30 此时美国贸易商要付1万元美金 在新台币贬值之后 汇率从1比30变成1比33 此时美国贸易商只要付大约9,091元新台美金就可以了 那美国人购买的意愿当然就提高了 因此新台币贬值有利于我国出口 此时出口到国外的商品就会变便宜 国外消费者就会多买台湾出口的商品 或来台湾旅游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贸易顺利差的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一个国家的出口总额如果大于进口总额 我们称为贸易顺差或者出超 此时就会替国家赚取外汇 国家整体经济就是良好 同时产品具有竞争力出口市场扩大 但若一个国家的进口总额大于出口总额 我们就称为贸易逆差或者是入超 此时外汇就会短缺 国家整体经济就会减弱 而产品的竞争力也会下滑 出口市场就会萎缩 可见国际贸易对我国的经济 真的是有很深的影响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国际贸易的大致的状况 早期台湾是以劳力密集的产业为主 到了70年代之后 政府极力推动技术资本密集的产业 到了2002年 台湾加入了WTO 甚至近年来 跟各国也发展许多双边的贸易 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 越来越频繁 而各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而台湾必须在产业升级要加速 同时也要增加产品的竞争力 甚至必须创造自由品牌 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保有一席之地 本片部分素材 感谢汉林和南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使用 本片是由国中公民科制作教师团队所入制 谢谢大家